其實整個節目的概念是因為我自己本身是單身 單身做了一段很長的時間 那不夠十年 好像 是呀 單一年 就是一年 翔師兄幫你數著 翔師兄幫你數 我幫你盯著 他有新孩子一定會通知我 我還未介紹你 又不理我 原來是這樣 明天帶你去見一個人 什麼人 他收起來的好東西 又不益我 我留下來自己用 今天的嘉賓可以算是我的好朋友之一 可以算是嗎 因為我怕你不是 不是一向都是嗎 我怕你突然跟我說 你當我是好朋友 但我不是 不是嗎 我不是說你是這個好朋友 很沒面子 我怎會不當你 你一向我從小認識到你大健康又不快 一出來跟阿沙找媽媽 好朋友 今天是嘉賓黎梓珊 Hello 你們是從小認識到她大嗎 在媽媽的肚子上認識她 嘩 她睡隔離床 因為她媽媽 是啊 我以為我睡隔離床 這麼害怕 因為我認識紙珊很久了 差不多她出道沒有多久 我們就已經相信了 真是小小的 適於微時 幾萬年前了 有沒有幾萬年 應該 那時候還有恐龍 還有恐龍 那時候我們養恐龍 那你們就看著大家經歷了所有好的不好的什麼都知道 那就好 那就好 就是見證著大家的成長 然後時期的自己也有對方 今天就請史先生上來 當然最重要的話題就是講她的新節目 是呀 單對單 在星期六已經開始了 6月26號開始了 晚上10點至11點鐘就有單對單的訪問節目 其實最佳男主角 最佳女主角 甚至最佳拍檔就可以看到出 紫珊是一個訪問節目的喬楚 喬楚 喬楚 你以前阿肥姐那些 都姐那些 但是在這個年台裡面 如果要看訪問節目 就要看黎智珊 當然以往有很多不同類型的嘉賓 都被你訪問過 剛才說過 那三個節目就差不多 將那三個角色都說出來了 最佳男主角 最佳女主角 最佳拍檔 這次單對單 你的意念 其實是想做一個什麼類型的訪問節目 不是 說明是單對單 即是說單身 其實整個節目的概念 是因為 我自己本身是單身 單身做了一段很長的時間 那不足夠十年 好像 差一年 差一年 翔師兄應該幫你數著 翔師兄應該幫你數 我幫他看著 他有新孩子 你一定會通知我 我還未介紹你 又不理我 原來是這樣 明天帶你去見一個人 什麼人 他收起來了 那些好東西 又不適合我 不適合你 讓我留下來自己用 好 單對單就是說單身 對單身 對 其實因為這一段時間 單身這麼長的時間 其實自己都有很多體會 有很多的看法 我想藉著這個節目 就訪問一些單身的圈內朋友 大家分享一下 其實單身是否一件這麼負面的事 因為有很多人可能覺得 單身就沒有人要 你嫁不去 成女 很多形容字都很負面 其實真真正正的單身 我真的覺得不是這樣一回事 其實很多未必是這麼被動 有很多人現在其實是自己選擇單身 主動地選擇單身 是的 有很多年輕人現在的想法都是這樣的 你也是 是年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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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外國有研究做過 女人的幸福情 就是幸福指數 是單身的女人 其實那個幸福指數是比已婚 或者有伴侶的女性 那個幸福指數是更加高的 現在來說 你看到哪本雜誌是什麼 是一個美國的研究 是真的 或者美國都離婚了這麼多 看完這個研究就分開 因為他們都說很多的 單身的女士的責任真的少很多 對 你不用對另一半負責 不用對小朋友負責 只是對自己 對 人開心一點 問問問你自己 你都說 最近的九年都是單身的 對嗎 面對著這九年生活的時間 你覺得樂趣在何 其實樂趣真的多了很多自己的時間 好像剛才你說的研究報告一樣 其實真的有很多 譬如你有男朋友 或者有老婆 老公 那些女性 其實有很多的重心都放在對方身上 你敢不敢說 拍拖的人一定會是這樣的 但是少了想自己 少了顧自己的感受 或者少了很多時間 可以獨處 或者真的找朋友 但是我在這段時間裡 真的體會到 其實單身是很自在的 其實單身是很舒服 和很開心的事 所有事情都是你自己控制 你又不需要看別人的認識 又不需要顧及其他人的感受 其實我覺得是很開心的 但在哪段時間開始 通常一失戀的時候 當然是覺得 不行啊 我敷天搶地 或者很想找個新的也好 找上一個也好 去到哪個時間 覺得 咦 不是啊 開始懂得享受單身這件事 其實開頭一定有不習慣 要適應的時候 其實我之前對上一段的感情 我都一起了九年 一起住 所以其實分開是真的需要了 我想年多時間 去適應自己一個的生活 但之後就開始覺得 很開心 因為又多了時間找朋友 多了時間做一些 之前沒有時間 或者你不會做的事 所以那時候 這個太陽眼鏡品牌就這樣走出來 可以這樣說的 因為你多了時間 不如想一下 不如自己開始這個行業 多了時間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 OK 看過了王逸華和米雪 第一集 第一集就是說喪偶的單身人士 然後又看到胡定欣和龜欣燕 有些朋友就說戒定為聖女 我不覺得 我覺得聖是封聖的聖 不是說聖低下來的聖是封聖的女士 是封聖的 是封聖的 明晚就是第三集 第三集的嘉賓是哪兩位 明晚就是高欣和陳秀珠 高欣大家都知道他分手了一段時間 他現在也是單身 其實他也有很多體會 這段時間為甚麼笑 我現在想起他分手 究竟男朋友是誰 大家想一下 記得記得 收一收 不要亂說 你知道那個是誰 你知道那個是誰 我不知道 可能你們知道那些 不是我們知道那些 我不知道當時那個是否更新 你當時那個是誰 不是我自己 我哪有感應的 大哥 高攀不是高欣 我們不要在這裡開他是誰 因為他在節目裡都沒有說 沒有說到的 大家有看新聞都知道 都是那個 就是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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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有說很多他自己 譬如單身的時間的一些感受 又或者其實 怎樣說呢 他的愛情觀 因為其實高欣又比較少 在鏡頭面前 真的很私人地說過自己的 說感情的 所以我覺得這次也挺好看的 其實他這個 那朱姐呢 朱姐就特別 因為他 大家都知道他其實他21年前 他就未婚產子 這件事當時也挺轟動 但當時他只是監製之 他也沒有告訴很多人 後來傳媒知道 然後就報道出來 但他這件事 他真的從來都很少 很少跟傳媒說 他自己的什麼心態 當時為什麼他會做到的決定 或者他現在跟兒子的關係是怎樣 很多這些他在節目裡都有說 突然想起陳秀珠 我居然想起蔡楓華 知道嗎 是啊 以前蔡楓華追她 不是 不是 那首歌就是因為 蔡楓華 看到陳秀珠之後寫的 是啊 你沒有問這件事 我沒有問 是啊 我私下問他 加上陳秀珠一起主持 他知道你問他 你知道我最八卦 但你在單對單的節目裡 講單身這件事 但問的問題其實 有很多是藝人難以啟齒的說話 是不是你本身跟這班嘉賓很熟 還是你怎樣找到這系列的對象出來 其實當然 首先跟他們很熟 有計談的 也知道他們的狀況 我當然找對象是要單身的 難怪沒有找我 是啊 不知道多想訪問 之前訪問過 還不知道多想訪問 蔡楓華 我想要回單身的名字 不是單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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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嚇死人 你不是想吧 還要做偶爾進 講到哪裡 糟了 講到嘉賓找回來 他們是熟的 真的要熟 而且知道他們的狀態 現在是單身 可以分享 而且想得來的嘉賓 他們都很願意聊天 很願意說話 有些真的要鏡著鏡著 有些朋友 但是這次我那八位嘉賓 其實都很放 講得很真實 感谢观看